9月25号星期三 大盘跳空高开 然后放量上涨 虽然出现了冲高回落 但是现在大盘还是涨了1.7% 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今天最关键的是放了大量 成交量一个上午就将近8000个亿 今天就是下午再拉跨 估计破1万亿是没问题 那昨天成交量就将近1万亿 今天如果再成交量达到1万亿以上 是不是证明场外资金在跑步进场 那场外资金为什么跑步进场啊 是不是看不惯什么 看不惯人家现在涨得太多了 今天上午涨得最多的时候 将近5300家个股都在上涨 那位说那基本就是普涨了 没错除了个别的股票在下跌 剩下的都在涨 就是说谁涨多谁涨少的问题 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在哪 两个 第一 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跳空缺口 今天早盘跳空高开 这不是吗 昨天一些个消息重磅出炉 尤其是这些金融类的还组团 那么这些东西出现了组合权 把昨天大盘直接给拱起来了 昨天大盘上证指数涨了4.15% 但是今天呢又在接下来的消息刺激之下 你看昨天三点半以后又出现了消息 结果把大盘又给堆起来了 不单是大盘上涨 就连隔夜的外盘 你看中概股 纳斯达克金融指数大涨超过了9% 这个够给力吧 那今天大盘出现了冲高回落 这个到底是良性的 还是说干脆这一波就涨完了呢 我们可以参照两个数据 第一个今天看能不能下午继续放量 然后看明天能不能继续放量 那么这个量就是第一个参考数据 第二个就是涨跌加速比里面的涨幅很大的 就是超过5%以上的 你看这个方面一定得多 那么具体形态怎么参考呢 参考去年2月5号之前 1月末那一波 来兄弟们看 这不就是2月5号这一波大涨之前 1月末吗 1月末也有过这样的上涨 然后上涨之后呢 回落见底 那大盘当下是什么呀 当下这个位置 能不能像1月末似的 先涨起来一下 然后再回来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还是在这不确定 因为这个位置有这么大一个跳空缺口 下方这又有一个导形反转 一旦导形反转 快速回补的话 这里是不是就需要冲高回落 冲高回落 我们看什么 首先看券商 如果券商冲高回落 那就跟之前走得很相似 券商往往呢 它就是一个叫做打工报 这是券商 就比方说 它要上涨的 在大盘上涨之前 它先上涨 然后把大盘给拎起来 然后它就不涨了 这不就是打工报吗 把食物抢下来 为什么抢下来 它的速度快 它把什么食物给抢下来 给干掉 然后呢 它还没等吃呢 也那些个阿猫阿狗 又是豹 又是狮子来了 把它这个猎物给抢走了 它就是一个打工报 你看券商880472 瞧瞧 880472冲高回落 大盘也出现了冲高回落 那之前这一波呢 看这儿 人家涨完了之后 就涨了这一下子就回来了 能不能这个也是 涨了一下子就回来了 如果它涨了一下子回来了 我们该怎么办 那大盘能不能在这个位置 也跟着就这样的 一涨就回来了 很有这种可能吗 有 那那位就问了 那为什么有这种可能 还放这么大量呢 人家放量 这都是在3000点下方 今天涨的最高 这不也就是2900多点吗 最高点达到了2950点 现在中午的收盘价 是在2910多点 那么大盘在2900点附近 人家拿好了东西 如果将来上涨 涨个500个800个点 是不是这仍然是很低呢 就像我们之前在这一天 记得吗 2723点 就在2724 就在这两个点之间 我们加仓 一共加了大概是30% 虽然说有一个10%是被动加仓 也是搞错了 但最起码我们在这下面呢 就加了30% 总仓位 咱们不说 就在这我们敢加仓 那就证明 从这到这 今天这么一看 涨了230多个点 对不对 也就是涨了200多个点 就证明我们在底下拿到了东西 如果大盘 人家在2900点下方 拿了很多东西 未来要涨个 什么500点呢 800点 是不是人家成本很低 对 那为什么今天还会出现这种冲高回落呢 很显然在这个位置 洗洗更健康 你想这个位置出现这么大的跳空缺口 如果明天回补回补 后天回补上 是不是也可以 就是不回补继续上涨 那将来就是很快就会出现冲高回落 因为这个跳空缺口太大了 哪有你自己找 咱们历史上很少有这样大的跳空缺口 今天的跳空缺口达到了38个点还多 那这种东西如果扔下 是不是迟早会回补 那比这个倒行反转 这个的压力还要大 也就是上行之后反压要大 那么稍稍总结一下 现在我们的仓位呢 今天早盘集合净价 因为这些消息利好嘛 更主要的这些个金融消息 打了一个组合拳 我们今天早间集合净价 加了10%的仓位 现在总仓位已经砸到了60% 如果今天下午还有机会的话 就像这儿 看如果再往下一来 这不就出现一个信息差吗 那很有可能我们今天1点钟之后 在这个位置就容易啊 产生那种再一次做T加零 如果T加零提升了上涨了 是不是我们就达到了70%仓位了 对呀 仓位是怎么上来的 不都是这样在干活当中 一点点干出来的吗 假如我们是不愿意追高 你看在这个位置我们搞了 然后在这个位置我们搞了 今天集合净价我们也搞了 这种情况就叫啥 我们在底下可以拿 那么就像一个车子来了 你别看这个车子 现在呢能给你拉到哪 只要是说往目的地上前进就可以 我们只要方向走对了就行 就像大盘如果就这样呢 涨起来了 假如震荡震荡还涨的话 你不上行吗 你不上那不就错过去了吗 就像跑步一样 只要我们跟着大溜跑就行 那么人家那个是不是跑在最头前 那个风速阻力也越大 我们跟着的就跟着吃一拨肉就行了 所以我们跟着跑的呢 是比较我们是比较省力气 而且呢我们干减肉 好那么最后说一嘴 今天下午如果大盘要是出现 往下一打 这个位置就出现三个格子 那么就出现了叫做信息差 在这呢我们可能就会加10% 这个可以做T加零 也可以上车加仓 那么剩下的呢 如果今天下午继续向上冲 到尾盘还能横住的话 下面这个跳空缺口可太大了 所以今天下午如果再放量上涨 我们怎么办 先把这个缺口忽略掉 也就是下午在尾盘的时候 如果择击我们逆向操作 也就是整那些个长得不好的 在二十线上方的 我们跟着做一做也可以 这叫什么 只要不追高就才变蓝刀 好喜欢股帮点赞加关注 下午两个机会 第一个也就是开盘 这个位置有没有T加零的机会 再一个两点半左右的时候 能不能有一个正常建仓的机会 这个建仓的机会 我们可搞的 搞的跟这儿不一样 这是搞强势的 这儿呢是搞弱势的 但是弱势也要在二十线上方 不在二十线上方的东西 我们尽量不要动 喜欢股帮的加关注 下午怎么搞的 收盘跟朋友们讲清楚 下午收盘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